大家好 廣州人是洛杉磯 今天是2020年7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8時半 上星期五晚上9時 駕駛美國大卡車去新西蘭一堂 不是 新澤西州一堂回來 中共開了五天車 今天星期四的早上5時才回家 一覺睡了整天時間 我早上6時半睡到旁晚的6時半 都睡了12個小時 睡醒後都覺得不夠睡 北京都很累 所以駕駛這個大卡車 以駕駛為職業的工種來說 是比較累的 一個是高危的職業 也可以說是一個玩命的職業 因為你開的時間很長 所以難免會睡覺 真的很辛苦 雖然說我已經適應了 沒有剛開始開車那麼累 但是都是 駕駛完車後睡覺 睡得不好 但是駕駛是不會睡得很好 凳凳凳又醒醒又醒一會又醒 基本上能夠在車上醒醒四五個小時 已經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總體睡得不好 家長有沒有胃口 在車上你怎樣胃口空間這麼小 所以吃東西又是很隨便 吃完就醒醒 你又不敢不醒醒醒 因為你不敢欺負你下一班 你繼續開的時候 你肯定開不了 開車開不了 所以當你駕完車接班之後 你就要想方設法快點睡覺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沒辦法進行的 所以是很累的 所以好像我的對班 很多時候他們怎樣用提神的方法 就是講電話 因為他怕黑眼睡覺 用聊天的方式可以提神 如果你不是用這種方法的話 你會覺得很累很累 你沒辦法給我堅持下去 所以我交班之後 我一睡覺 我就看到對班 就是 開電話是想說不想說 當然他打電話也是給同行 都是開大家車晚上的那些司機 因為大家都開車 所以說的那些話是很無聊的 就是很無聊的話題 但你不說又不行 你必須要廢話連篇都要說 就是為了一個希望不要顧慮 能夠堅持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 就是變成了厚碎佬 就是駕駛的比較厚碎佬 就是又說不是又說 所以說的過程中有很多是非 那些要說一下 就是沒有東西要用意來說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我有試過 有同行的人 我又沒有戴手機耳機 他借給我用 這個我還沒給他 就是拿著這些耳機 又在那裡聊聊聊 聊聊幾個小時 有些就是開車那麼久就聊 聊那麼久 就是開車十個小時 就聊十個小時的電話 不停的 有些人不聊就吃摸瓜子 吃零食 但這個也不可以解決問題 只能夠是聊聊聊聊 所以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要聊什麼 反正開口就聊聊聊 就是可想而知 這些工作都是需要玩命的工作 可以打卡車 看上去 今次我是有1500元一趟 一個月做四趟 就6000元 如果打算就5000元 可以說 在美國來說 這個收入來說 都還不錯 單看收入來說 就好 但是你講到 那些辛苦的那些事情 大家體會不到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說 風光 是被人看的 很多人賺到錢的 就是看到他很風光 那面 實際上他背後的辛酸 你是想不到的 很多年輕的人 開大卡車那些 想要賺到錢 就是在精神方面 就是這麼辛苦做事 精神方面他要補償 那他就好像買靈車補 嘛 Benz 是嗎 用這種方法 就是 有種 張揚自己 我賺到錢 在美國賺到錢 我說可以大Benz 我去Benz 就是被人看見自己很風光 誰不知他搶車來說 就是真的很辛苦 如果想年紀五十多歲的人 那些人 那些心態很平和 就算你賺到錢 都是開部二手爛車 就是比較低調 就是年輕人幫忙 那些這樣的有區別 那些人的確 就是 這麼辛苦 不如 反正一個月可以賺到五千元 賺一部靚車 給自己 享受一下 都沒有想不好 所以是 每個人 怎麼喝 反正我覺得 我就不想說什麼靚車 又不想標榜自己 開大卡車 可以賺到錢 因為這些北京是辛苦錢 現在我來說 能夠堅持多久 我都不知道 畢竟這些 開大卡車 都需要玩命 累 其實他身體很容易跨下去 真的不用說熬夜 那些 肯定皺紋 白頭髮是笑不了的 所以這些事來說 上得山多忠如虎 每天在馬路上走 如果有些什麼 善失的話 真是 人命關天 所以 做很多事情 都是 一言難盡 沒有看見別人賺錢 其實背後 只是不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做窮人是很辛苦 就是不要做窮人 最好有一個皇帝老爸 就是享受 如果不是的話 做窮人就是靠雙手 靠這些玩命的工作 來去賺錢 始終都是 我個人認為 做窮人 不是好事 沒有好事 不過人的命 有難賺的命 有富貴的命 我覺得 開大卡車 靠這些 這麼辛苦的方式 去賺錢 這些都是難賺的命 沒有可以說 值得去說出來 標榜出來 哪怕你找到 那些血行錢 這樣 打算 收一收的東西 給人看 自己怎樣怎樣 這些 都是很膚淺的東西 畢竟你做的職業 都是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東西 就不值得 去 去宣揚 有一個 一起開車的 廣東的 大學員 在現在的公司一起做 他都很累 有時候 都已經五十多歲了 胃又不好 腰掘又不好 當然他又不是很窮 他想 賺點錢 賺點錢 他一年 回一趟大陸 這樣 想著 賺點錢 回大陸 威威 就是這樣 這行 每個禮拜要出去 走幾趟 那 就是 顧不到家庭 顧不到家庭 就是長期這樣 都是會有紅色警報的 就是 你知道 出到去 那幾天 你開車 捱東西 那些人 北京是會怒 那些人很怒火 有些人會抽煙 吃的東西 又不定型 捱機抵我 開車 那些男人 只是科技大 你知道科技大 有時候 難免要發洩 所以 在大陸來講 做這些長途 司機 很多時候都是 去 嫖娼 都是為了 去 降低自己的 那些火 男人 那樣 所以 心 會 從另一方面 去 去 去 什麼 就是大陸 所以 以前聽到 司機佬 又抽煙 又喝酒 那樣 那樣 累了 累了 那他就出去 添花東西 醜 就這樣 所以 家庭方面 可能 這麼沒什麼 加上 始終 你不是 經常在家 就是 夫妻之間 幾好感情 都是 慢慢慢慢 都是 會 會 爭 一些 所以 長年累月 在外面 跑 的確 我覺得 開大車 這些工作 不是說 對家庭 而 來說 不是一件 值得去做的工作 加上這麼危險 正如所說 一隻腳 踩在監倉 從外面 一隻腳進去 懂得不好 碰到什麼人 都是 很不妥的 所以 司機 我之前在大陸 我曾經 八九年 那時候我學車 後來 我就是 做了一兩年 三年 我都不想做這行 就是覺得 司機佬一個粗魯 做司機佬一個粗魯 而且 因為 這個職業的原因 搞到 不太好 寧願 正常 上學班 喜歡做自己 生活上有規律 至少晚上可以睡覺 去睡覺 去睡覺 看一看面面 其實 從美國大卡車來說 網上有 很多人說 哎呀 來美國開大卡車 多威 一年可以賺五十萬人民幣 五十萬人民幣 五十萬人民幣 搞到很多大陸的人 沒有來 很羨慕 幸不得 快速 能夠來 美國 開大卡車 這裏 很多開大卡車 有些能夠寫到文章的人 很大蝙蝠地 去介紹 美國開大卡車 如何如何的高人一等 你們大陸的人來講 來不了 你不要羨慕 用肉去釣大陸的人 很多大陸的人 怎麼做都賺不到這麼多錢 哎呀 美國開大卡車 都這麼好賺 一年賺五十萬 人民幣 真是夢想 其實誰不知 市民長這個人 你以為他真的不累嗎 只不過他 很多時候 人來講會欺騙自己 欺騙自己 多辛苦都好 都是會 講自己如何弱風光 希望別人羨慕賭忌 他就覺得一種 一種 就是自我 感覺到 樣樣得意 就是讓人 希望別人羨慕自己 能夠使自己 心裡平衡 但是如果你真的 切身實在地 做這行 體會到的 這些 是 我覺得 是 玩命的工作 是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 其實應該是 低調 就是 不願意說出來 自己做這份職業 好嗎 因為你這麼辛苦 先頭我都說過 不要做窮人 做窮人 想賺點錢 都是身高富 真的很辛苦 所以最好 不用做 舒服 錢也是舒服 我們中國人都是 追求這些 大陸那邊很多人 又想工資高 又想舒服 但是如果你沒有關係 沒有什麼 做窮人 你一輩子的命運 就是 就是 辛苦命 做車子 是辛苦命 不值得羨慕 一些都不值得羨慕 所以 我想 做了兩個月 基本上 我都不會做這些 不值得 不值得 不值得拿自己 不要說拿一條命來搏 不值得這樣去摧殘自己的身體 你摧殘身體 肯定是傷身體的 回來的 其實 我 不是很想拍這輯視頻 因為回來我都很累 我都不想聊 不想動 只想睡覺 所以很多個人愛 很多 就是 懶洋洋的 你知道 我又喜歡拍綠像 我曾經說過 我喜歡拍綠像 喜歡玩這些自媒體 但是你開始 回到來 你這麼累 你很多話都不想說 即使說出來都沒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這個人精神累 而且太累 給不到自己有 值得開心的地方 唯一的地方就是 最好 不要說辛苦 說大把大把美金 炸美金 如何威風 如何人家 好多人 最好 考車牌 很難考 特別在美國 考大卡車 很難考 最好人家 每個人都難考 羨慕 羨慕 又考不到 誰不知 你多辛苦才行 所以有人問我 考大卡車好不好 好 賺大錢 過萬收入一個月 其實沒有那麼多收入 真正都是 頂龍六七千元 就是這樣 最好大家都去考 考完之後 大家去開的時候 去親身體驗一下 想賺世間財 窮人 就是窮人 賺錢 都是血行錢 真的不值得羨慕 窮人 窮人的生活 所以為何中國大陸的人很現實 那些女人為何要找一個有錢的男人 就是怕 特別是常過苦的人 窮 即是一出生就窮的人 真是很怕沒有錢 有沒有錢 有沒有地位 沒有人看得起 有死做難做 一生生辛苦苦 誰願意 誰不願意做窮人 所以有些漂亮的女人 靠年輕又漂亮的 上方設法 都找一個有錢 嫁出去 起碼可以舒服 一輩子 你找一個男的 當然她是很努力賺錢 但是 又夠辛苦 往往 你找些辛苦錢 又不是長期 因為你始終 肯定是 最後來都 全身病痛 所以對家庭 都是 不好的 健健康康 身體健康就是最好的 就是 我覺得 就是這樣 最關鍵 我個人認為 這些是辛苦錢 啊 在美國 一不做事 就麻糟 很麻煩 但在大陸一樣 你沒有人之危 又是很麻煩 最好就是 有一個 好父母 即是大陸 做孤的父母 做什麼 這樣就好 窮人的孩子 做當家 都是 挨苦 都是這樣 好了 今天 我就幫大家 聊到這裏 拜拜